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聪明养生呢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了 台湾生医科技董事长 王富美 王董事长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他的养生秘诀 欢迎我们的王董事长 你好 谢谢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来问一下王董事长 在这本书上 当然因为王董事长 自己本身也是药师 那你也是个医生娘 你老公是个医生 那您这本书就是 医生娘不偿私的这个养生秘方 在这书中呢 你写着有很多的朋友 常常问你要如何养生 你通常的回答就是 养生的秘诀秘方 就是在厨房里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身为家庭主妇 时间的管理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因为我大概会 一大半的时间是在事业上 但是有很多时间也要给家庭 但是时间呢 常常觉得很有限 那如果要兼顾养生的话 只好抢时间 那么我这个是很偷懒的讲法 偷懒的做法 因为家庭主妇嘛 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厨房里 干脆就把养生跟厨房 给融合在一起 你说这样是不是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说就是说 您就很注重在厨房里面的 比如说煮的东西啊 食材啊这些的部分 那您的时间其实怎么分配 接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你除了家庭主妇之外 对不对 现在是董事长 然后之前当然 你算是职业妇女 那我觉得当个职业妇女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为你还要照顾小孩 最主要是要大家要吃饭 但是因为下了班以后累得要死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都吃外食 然后不然就是买便当回家 那您的做法是 其实我有不同的阶段性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也在刚毕业当小咖 刚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的整个生活形式 跟现代的生活形式不太一样 那以前呢凡事都要自己做 那大概吧 我们是家庭主妇大概就是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会在事业上 那么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家庭里面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的做法呢 大概就外食真的是比较偏多 偶尔呢就是能够本财 就充分利用一下 但是越来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 你就会越来越觉得 外面的有些东西吃起来 开始有点觉得不太放心 所以那时候呢就只好利用那个有限的时间 用最短的时间做出自己觉得安全的食物来 所以差不多一直到十几年前 我才开始想到说 其实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自己能够吃得下的口味 那就把自己习惯的菜做一些些的变化跟改变 那当然因为现在社会文明发展的这么好 这么多人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那些食材 怎么样吃好吃 那么又一大堆米其林的东西在那里 不吃也实在可惜了 所以我是很赞成说 有机会就好好地去尝试一下这些文明 但是如果除了这个时间以外 有空的话就自己做两道吧 所以说其实你也听得懂这个 王总市长这个雨带的玄机 就是有机会 有机会再去尝试那些 不如叫你天天尝试 那其实当然现在大家觉得这个养生 都是需要这个均衡的饮食 那您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您这个均衡饮食的这个基本原则 你是要怎么样的购买 才可以让我们这个一家大小 都可以得到这个均衡的饮食 我想三句话不离本行 我自己是药剂师 药师我们一般讲药师 药师对于剂量这个概念 是一直咬在脑筋里头 一定要有个这个剂量的概念 因为所有的药品都是这样 剂量是最重要的 如果剂量对了治病 剂量错了可能就变成毒物 所以可能一直有这样的概念里面 所以我对于这个食物的剂量 我就有时候就特别会去想一下 譬如说很多人的讲法这样吧 比如说有人说这个番茄红的 这个医生的脸就绿了 也有人说一天一苹果 医生就远离我 所以可以想象而至的 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可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好东西 想办法把它吃到肚子里面去 这可能就需要有点规划 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这个只是一个 我相信每一个家庭祖父 都有自己的养生秘方 其实我今天是有点搬门弄服 不会就是说大家的屁股 不一样 然后大家出来分享一下 这本书的功能也是这样 也是说把每一个人自己喜欢的东西 大家拿出来分享 大家就可以集思广益 那我刚回到说我讲这个剂量的关系 譬如说我自己的想法 我举个例子 我们这边有番茄 我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想法 就是说每个礼拜 吃上五颗番茄 就像这种番茄 吃上五颗 吃上一个花椰菜 吃上三个苹果 所以说像王董事长 您的方法就是说 先把我们一个礼拜 差不多要吃的这些量 先把它定下来 比如这个礼拜要吃了这么多 这么多不同种的 这些蔬菜跟水果 那就尽量吃 可是等于比如说我们要吃 一个礼拜要吃五颗番茄 可是到礼拜六 礼拜天你来检视一下 我只吃了三颗 那礼拜天就要把那两颗补回来了 我就想办法把它 在无形当中把它吃掉 那也可以当水果 当水果 也可以当蔬菜 我常常把那个厨房 就当成一个好像魔术台一样 实验室 我今天心情好了 想怎么变 给我来变一变 总是想办法把它给吃进去 就是 好 当然就是说 均衡的饮食 对身体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但是您在书中特别有提到 就是说这些饮食方面 其实要分离 就是说我们认为 均衡的饮食 我们认为家中的长辈 跟小朋友 其实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 就可以一起获得均衡的饮食 可是您在书中特别强调 就是说我们在均衡的饮食之下 我们还必须分离 我们可以尽量考虑 就是把这个因素也想在脑筋里头 为什么 其实所谓分离 也不是很严格的说 几岁到几岁 吃什么几岁到 我不是这种概念 我完全是用个人的口感来说 你想想看 我记得我的小时候 我的小孩子 年纪小的时候 他们是绝对不吃茄子 对 不是年纪小 很多人到现在也都不吃 我小时候我也不爱吃茄子 可是我现在爱吃茄子 我小时候不吃苦瓜 现在爱吃苦瓜 对 所以我所谓分离 其实就是说 也不要太勉强 譬如说我小孩不爱吃苦瓜 我也犯不着一天到晚 要塞他苦瓜 简直家人每天都在这边 饮食革命 我觉得这很辛苦 我觉得跟家人相处的模式里面 我都尽量顺着别人 那这样的方式 其实大家就相处起来 就比较不会有争执 我们再休息一下 好 来 继续聊 可是问题是 因为大家都觉得苦瓜很好嘛 对不对 像我们家也是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吃苦瓜 没有人吃 可是我又很爱吃 所以我常常必须就吃 那苦瓜又不能分条 分段买 你买那么一大条 你一定要赶快吃完 所以那个一两餐之内 要把它全部吃完 对 我也痛苦 可是问题是旁边的人 他都不吃 我们也会很担心 因为苦瓜里面 毕竟它也有它 很好的一些物质在里面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我的苦瓜我怎么处理 苦瓜我自己也不是 整颗可以吃得完 因为实在也很辛苦 像你讲的 我把苦瓜加葡萄 苦瓜加葡萄 还挺对味的 生吃生的吗 还是 可以熟 我葡萄都熟 还可以熟吃葡萄 葡萄煮熟啊 对 所以是把苦瓜加葡萄煮汤吗 煮成好像有一点像 会的那种感觉 但是都一颗一颗的吗 对 就是还是保持食物的形状 但是把它像成 羹类的感觉 有一点像的感觉 其实我这个是 是 失败中做出来的一些实验 然后 因为我很不会买水果 是 我常常买的水果 都不是太好吃 尤其是葡萄 买回去都快发酵了 对 葡萄不是有多分 这些东西很好吗 那么我自己规定说 是在实际上一个礼拜 应该要吃点葡萄 但是我有时候去Costco 买五子葡萄 一盒两百块 太多了 好大 太多 对 然后一想回来 又涩得要命 又酸得要命 那叫怎么办呢 所以我后来突然之间 发现一个方法 我把它洗干净了以后 你就把它用瓦斯 把它焖一下 你一焖的差不多十分钟以后 不用加水 不用加水 那个水就全部出来了 皮就都留着这样 一起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然后水质就出来 那个质就是百分之百的 存葡萄汁 你可以热喝 是 然后你把那个汁给拿掉 剩下的那些葡萄渣 你如果再给它 再多滚两下 你第二天可以当果酱用 当果酱 对 或者是 或者是 你把它放在你的 这个ice cube 就是那个冰盒里面 你把它冰完了以后 你会发觉那是sobe 那是sobe 我夏天常常这样子 一人一刻 人家都以为是什么美食 我说这是我们家 吃剩个葡萄 就是不用加糖 不用加糖 不要加糖 葡萄本来就有葡萄糖 是 对 好 然后如果没有到那么烂之前 我刚刚讲过苦瓜 把它切丁 或者是切丝 一起把它会一下 苦瓜的苦味没有了 真的 就因为大家吃苦瓜 就是怕那个苦味色味 对 这样子把它变化一下 对 就会变成一道美食了 我自己觉得是美食了 大家回去可以试看看 又可以得到营养 然后其实又不浪费 对 要丢掉的东西还可以 那有时候譬如说 我刚刚我这里有个柠檬 是 因为也有人这样讲 说柠檬一个礼拜应该 每天应该有一颗柠檬 是 像这种时候 我柠檬也可以跟葡萄一起 柠檬 对 你就把它切轮切 一片一片的切了 皮要带着皮了 连皮 最好是黄柠檬比较软一点 因为黄柠檬就是 所谓的莱姆 莱姆 对 它比较没有那么酸 没错 也比较软 对 那你在弄葡萄的时候 它就是你的轮片 就这样一片一片 就一起放进去 一起煮 煮 完了以后 你就发现那个柠檬 好好吃 我现在嘴巴都已经开始流口水 我已经想象出那种感觉了 就会煮完以后 其实柠檬也不酸了 也不酸 然后那个葡萄的美味 你的葡萄汁呢 特别有一种氛味 葡萄汁里面又有柠檬汁 然后对于 这个其实对于胃不好的人 又想摄取一些 这个柠檬跟葡萄的营养的人 其实用这种方法也会非常好 只是维他命C会比较流失掉 就是了 对 因为加热当然 那维他命C我们就靠别的 没错 别的水果这样子来做 那现在就是说 基本上 其实在家里要准备这些东西 一般来讲都很麻烦 就是说家庭主妇在 比如说她是职业妇女 下班以后还要赶去菜市场买菜 再回家做 其实那个时间上面 可能控制得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全家人真的要 吃饭的时候已经到八点半 吃完就要睡觉了 所以那个时间如果运用不好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就是说可以帮您的家人 就是准备这样一个礼拜的蔬菜 然后大家都可以均衡的 吸收到这些营养 那只要跟酸有一点关系的 像我们一般会用柠檬 撒在上面 那百香果也是属于酸的 也可以放在上面 我家没有醋 我的圣江醋一瓶用好久 我大概很多东西我不用醋 都用天然的水果的 它本身的酸甜来代替 对 我很简单 我的醋就是整颗把它切一切 就把它打一打 柠檬 整颗柠檬就是一个醋 连皮吗 连皮 不会苦吗 如果你买到的是 比较深一点的会 有时候我不要那么多皮的时候 我就把皮稍微削一下 稍微削一下 就不会苦了 所以说其实家中的这种酸甜 这些调味料 我们都可以从天然的食材当中得到 其实这样我又想到了 比如说有时候家里有菜 要做一些生菜 生菜沙拉 其实也不需要去买沙拉酱 就是你家如果有这个百香果 百香果也可以调一个酱 是很好 对不对 百香果加一些柠檬 它就酸 它那个酸酸的感觉就有了 如果说你要加一点橄榄油 对身体也很好的话 然后一起拌一个 这也是很棒的 没错 百香果跟优格也很好 优格 对 所以其实说 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厨房这件事情 或是说煮饭这件事情 把它看成一件非常天大的事情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常在说这个病从口入 但是问题是你要身体健康 也要从吃的方面 有很多的疾病都是因为你吃的太油 太咸 那你觉得就是说 现在家庭主妇 要怎么样改变家中的人的这种口味的习惯 因为常年下来 如果都是吃重口味的人 你一下子让他健康 然后改变他的口味 其实不太容易 对 可是我是觉得很多 你改变调味的东西是可以改变 但是如果你食材改变了 他就对那种新的 对旧的东西没有记忆 他就不会要求那样的口感 改变了菜色的这种烹调方法 那个记忆就不见 都是重新开始 所以说那其实那很棒 像很多人就说 因为很多人知道吃素食 对身体非常健康的 但是问题是他就没有办法走入 就是吃素的 走向吃素的那条路 就是因为他们既定的印象当中 素食的东西 青菜的东西 它就是淡而无味 然后因为尽量我们要坚持 这个少油 少糖 少盐 所以很多的青菜 都是汆烫一下就吃了 那实在就是没有味道 所以大家会抗拒的原因 所以你要想办法改变 对 所以你如果说吃麻婆豆腐 那你就会想说 豆腐就一定要那么辣 才叫麻婆豆腐 可是你如果吃的是皮蛋豆腐 你就觉得那个豆腐是可以淡的 对 我觉得那是人的记忆的这种要求 就掌握这样子的技巧 其实要改变 真的就很容易了 不是那么难 是 是 是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在这边我们再请这个王董事长 来介绍一下 今天王董事长在现场 其实带来非常非常多的食材 那这些东西就是您平常 在家里常常会准备的东西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 蔬菜水果的这些部分 就是什么颜色都有 看起来就很高兴的样子 然后现在大家也推崇 就是说我们在摄取蔬果的时候 尽量就是以多种颜色为主 这样比较均衡 那你说这些 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你有带一些这个艺人是不是 然后这个黑芝麻 然后还有这个 南瓜籽 南瓜籽 对 这样吧 我这其实都是我家冰箱里的东西 我们家的冰箱大概不太冰食物 大概都冰这些东西 他们说有朋友到我家来说 我家的冰箱像药厨子一样 是 确实是 确实是 像 这样吧 我从那边提 这边是 OK 你看那边里面是红豆 红豆 绿豆跟黄豆 那我还有黑豆 还有黑豆 这个就是我们的白豆艺人 好 这几个东西在我家 我自己把它取个名字叫做豆豆水 豆豆水 不是拿来治疗豆子的 是我家的豆子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这样做 比如说你甚至于把那个荞麦 反正它就成型的 就是一颗颗粒状的 是 那我的做法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很不爱喝水 白开水这样喝我就觉得 有些人喝了会觉得很想吐 又没有味道 清清 我们说那个清清的味道 滑滑的 然后还生生的味道 我不是很爱喝白开水 那小孩也不喜欢 所以小孩常常就只好去喝 所谓的矿泉饮料 这个碳酸饮料之类的 那我有时候是拜托他们 我说我有这些东西 你就试看看吧 喝一下 喝一下 对 那我的做法是这样 我常常把这些豆豆 前一天晚上 你就把它稍微洗一下 到第二天早上 我有一个炉 那个炉就是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炉 就是底下是Stainless 但是上面是玻璃 所以你煮什么 大概都看得到 看得到 看得到 那我就把这些豆豆 就加进去 就煮了 差不多个十分钟 水就一定开了 那就是开水 然后那个水 我们就可以 一天都可以喝那些水 你水没有了 再加再煮 再加再煮 那一天今天 礼拜一 我就比如说这样吧 礼拜一都是豆豆水 好 那想喝水的人 你如果不想喝 其他东西 有个豆豆水可以喝 是 今天就把这个豆豆水 给喝掉吧 喝掉 那豆子呢 到了晚上 你问到重点了 到了晚上你就发现说 这些豆子 其实是已经软了 已经软了 是 那么我呢 又再用这个东西 再把它打一打 其实那个豆子打出来 就一点点 又只剩下一点点了 我就把它喝掉了 没有人要喝我就喝了 那就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从来没有什么更年期的问题 不想是不是那个豆豆的好处 是 黄豆 黑豆都在那里头了 是 因为黄豆里面有很多的刺激素 所以我也不太觉得是有什么水肿的问题 因为有绿豆 也有艺人 也有艺人 那至于这个 比如说一般人的这个排便问题 说实在我比他不觉得有这种困扰 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太大 很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 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想不浪费食物 是 而且又环保 对 对 我家很少生东西 是 所以说一开始我们今天泡一个晚上 泡了晚上之后 就是说等到煮开了以后 那个水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拿出来可以放凉 或者热的喝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之后就重复 水喝完了再煮 水喝完再煮 然后煮到之后 水也喝完了 豆豆也熟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就是 难怪王董事长家 王董事长的皮肤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这就是你们家的豆豆水 对 那譬如说也不能天天在喝豆豆水 是 天天喝也是会 很厉害 我如果礼拜一豆豆水 我大概礼拜二呢 就所谓的养生水吧 像这个东西 你看 红枣 枸杞子 跟黄芪 这个是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 这个养生 这个还有加黑木耳 黑木耳是另外一个 另外的 所以说 你的养生 养生就是 红枣 黄芪 加枸杞子 那这些东西呢 前一天呢 你大概花个半个小时把它泡一下 为什么 你看这个红枣 虽然它挺大颗 挺漂亮的 但是它那个皱褶里面 有些红枣 其实是会有霉菌的 所以通常我会花一点时间把它泡一下 然后呢 再把那个心跟地给拿掉 因为那个心比较燥 一般在中医里面讲比较燥 对 就是其实把它剪开 剪 就用手机一下就拿掉了 中间呢 一剥就掉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它现在干的时候不好剥 你泡开了就很好 泡开了就很好 就把这个纸 对对对 对不对 你就纸跟地这样一起就拿掉 一起就拿掉了 对对对 OK 然后那个枸杞子也是 你会发现 枸杞子可以泡吗 简单泡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就是还是要简单泡一下下就好了 对对 你知道枸杞子从树上拿下来 这个我们光只是这样晒它的时候 它晒出来是黑黑脏脏的 可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是 红红的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做法 但是我总觉得还是泡一下 泡一下好 把那个色素什么东西 因为我有时候泡的时候 它水会变红红的 对 那当然有的是天然色素 天然色素 好看 但是总是 洗一下 对 包括这个东西也是 这个树皮 树皮草干也是 黄奇也是 这也要洗 因为它原来在切之前 它是一整一整条的 就是一个像树干一样 像树干 它是根 它是地下根 地下茎 所以倒也不是说这个东西的问题 而是中药 它原来是生的 就好像我以前常常跟我的学生聊起 就是我们在常常吃这个人参 人参其实就是萝卜嘛 对不对 它长在地上的感觉 其实就是萝卜 是 可是我们家的那个萝卜 你给它放两天三天 它烂掉了 可是人参呢 六年参 十年参 越老越贵 是 当然它有一个干燥的方法 是 但是你也不免会想到 它是不是有很多防腐的东西在里面 确实是 因为人参需要用流这些东西去烟熏它 需要烟熏它 是 只是说烟熏以后它的处理 含不含毒 这个你没有测定就不知道了 是 那当然 比较大的厂商可能对这些东西很注意 那么小厂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格 那就不知道了 是 所以我对于中药 我觉得它很好 可是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这个中药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处理一下 是 像黄芪水 因为这样我也把它泡一下 它第二天一样的 也是比如黄芪 红枣 这个枸杞子 也是把它煮给一壶水 煮开了就好了 第二天就换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是 好 第三天就像我今天我们家弄的 我今天早上我是用牛旁 你知道牛旁是日本人很爱的东西 对 那牛旁呢 日本人 我们到日本料理店去吃 你吃到牛旁是什么样子 就大部分就是煮了 然后再切丝 然后凉拌 上面撒芝麻 然后有时候炒一炒 对 有时候炒一炒 很甜对不对 我都发疑那里面的糖有多少 它本身不是甜的 本身很难吃 色色的 对 可是你吃到的很好吃 是 那有的呢 就把它加那个什么东西啊 面粉 果面粉去炸 去炸 对 那你还没有吃到那个牛旁的健康 你就吃了一堆那些炸的东西进去了 所以我在我家 我今天像我今天早上的做法 我就是把牛旁切片 如果牛旁把它洗一下 洗干净 如果你洗得干净皮都不用削 那洗不干净的时候 我就把皮给削一下 然后切片 就像切起来就像这样一片一片切片 然后呢我也加一点红枣 加一点枸杞 加一点枸杞 一样的就把它煮一煮 是 我刚刚带过来的那一壶就是 就是牛旁茶 对 我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呢 我大概会有 会准备一瓶 一罐 就是一罐 我就放在我车子的中间 那我一天就把它喝掉 那在家的时候呢 今天家里的水呢 就是这个牛旁水 是 所以这也是一种水 我大概有收集个三十个厨房左右 就是水 就是水的部分 所以那到人家喝水 一个月都不会重复啊 不会 每天都喝不同的水 可以喝不同的水 哦 有的水有人喜欢 有的水不喜欢 是 但是我就是把它 对 换一换 因为很多东西 我相信自然界的所有的食物 都有它的价值 是 你跟我一样 我一直这么觉得 对 所以我会勉强自己去吃 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 对 而且这就是均衡饮食的概念 是 那譬如说这是一个 像明天 明天我就打算给它做一个东西 就是苦瓜 山苦瓜 是 山苦瓜很苦耶 很苦 可是你如果加两片甘草 就不苦了 真的 那个水 不会那么苦 就不会那么苦 甘苦 甘苦的感觉 甘苦 甘苦 对 那还有你就是 如果觉得太苦 你就量少一点嘛 苦瓜量少一点 对 还好 然后我 我不是常常做葡萄汁吗 我葡萄汁对苦瓜汁 也很对味 也是甜甜的 所以还是可以 也可以再加一点在里面 对 对 喝起来有一点像 好喝的咳嗽药水 那打一点气不就变成可口可乐了 对 说的是 是不是 对 然后那个 因为苦瓜 其实你除了喝以外 你还是需要它 有一点功能性 对 苦瓜对于一些 这个口干舌燥的 或者是对于这个 糖尿病的病人 其实苦瓜是个不错的东西 山苦瓜 是个不错的东西 那因为我们家有糖尿病病人 对 你老公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说 其实当你老公真的很幸福 你想想一般糖尿病的病人是 不能吃甜的 但是你也可以 你还是让你老公吃一点甜的 不过我们家没有糖就是 就是不是糖的甜 但是问题是口感 口感 对 免为其难 是 片片嘴巴 对 就是从食物中 或是从水果当中 去摄取这些东西 对 就是让糖尿病的病人 也可以有这个甜蜜的生活 对 当然这个也是要 你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对 然后还要跟医生这个密切的配合 不然就是其实 如果你 刚刚我们这个王董事长讲了 很多很多的小撇步 大家可能有时候来不及记 没关系 但是因为这边有工具书 你们如果说真的非常想知道的话 可以 也可以借由这个工具书了解 我们这个王董事长 如何保持这个青春跟美丽 好 那我来问这个 再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像你刚刚讲说 有很多的东西 它都必须要泡水 那你认为就是说 像这种农药的这种 去掉农药的这个过程当中 泡水是真的有用吗 有用 有用 因为它就是细事 绝对有用 只是说 有些农药 如果它真的很重 很强 那能不能完全去除 这是个问题 是 这是个问题 那除了这个农药以外 其实杀虫剂也是个问题 杀虫剂 对 就是在家里 就是说杀蟑螂 什么那些的吗 因为有些 像这样的东西 有些厂商 这种东西它要保存 你说黑木耳吗 黑木耳或者是这种中药 中药产品 因为它要保存很长时间 你想想看 这些东西如果放在我们家角落 阴阴湿湿湿的角落 很快就会有很多很多小虫子 是 很多很多的蛀虫 对 你怎么办 对喔 一般我们拿回家的话 买回家我们都放在冰箱里面 对 那可是问题是 卖的人他们都是放在那个药柜 或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放在那边 对 大批发商没有这样的设备 是 除非它有一个冷冻 冷冻库里面 但是从冷冻库出来到小批发商 很多这种中间过程 其实 虫的感染是很严重的 小虫 蛀虫 都会有 所以有时候 有些厂商 有些商家 为了处理这种东西 他只好加一些杀虫剂 加在哪里 加在这里面 有时候 噴吗 像那种感觉的吗 譬如说你在晒的时候 噢 晒的时候 有时候是需要这样子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 这种杀虫 这种是专门的技术 很多有些厂商 像很多国家也发展出 安全的杀虫剂 譬如说它有规定 你这个冷冻库里面 我一段时间 我可能要用一种绣化酸素 他们叫做绣化酸素 那个一个一个长得 就像可口可乐 就一个罐头铁罐 你把它一打开以后 它就烟跑出来 然后它就丢到 那个冷冻库里面去 是 或者丢到仓库里面去 就杀老鼠 杀蟑螂 是 这种东西的杀法 好 这些东西 会不会在食物里面 造成污染 对啊 会不会残留 对 会不会有影响 一定会 是 contamination一定会 所以说我们就是多泡水 对 就是你想办法把它 用你懂得的方式 是 把它处理掉 把它处理掉 对好 我们再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我想大多数的女生 都是怕老的 怕皮肤老化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 说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是不是会让我们的皮肤老化 让我们看到这个 王董事长的皮肤这么好 然后你又是生医 这个科技的董事长 那大家就会很想问 问王董事长 你是怎么保养皮肤的 说来惭愧 我几乎不保养 是 就是 不保养也是一种保养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 太过度的保养 因为早期我们学药的人 对这种化妆品 其实是蛮排斥的 因为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三五块钱的干油 有的没有的混一混 就是外面在卖的一千 两千块的东西 是 所以对那种要花很多钱 去买化妆品的这种习惯 我真的比较少 比较少 但是最近 我就发觉 是一方面自己 实在也是需要 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再来就说化妆品的成分 还有化妆品的这种科技发展 也实在是 确实效果也好很多 越来越进步 对对对 因为越来越奈米化 分子也越来越小 对对对 越容易进入皮肤了 对对对 那理论上是 是这样了 但是我个人 我个人还是认为说 买这些东西 厂牌还是很重要 因为我以前在PNG 我负责PNG 所以我对于那时候 是SK2之前的品质 他都是带领很多 对对对 厂牌的这些化妆品 对 那所以我会 我们有很大的研究室 所以我会注意到说 这个concept上面 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你可能知道 什么东西对皮肤非常好 对 短时间之内 就让你亮啊透啊 什么都来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用 不用它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很多这种东西 它的side effect都不知道 它的副作用还不知道 所以像这种大厂商 它不能用 不敢也不敢用 它用了两年三年以后 出事情怎么办 怎么办 整个公司要垮掉了 是 一告就经不起告了 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安全性的选择上面 这种大厂商是非常非常注意 比赚到钱更注意 是 我想这个就是多一层保障 所以它所推出来的 成分的问题 就基本上应该是 经过了很久的实验 就是那个副作用都没出来的时候 才敢推广给大众 没错 所以其实以我们药师的立场 你今天问我说 我可不可以有个化妆品 很快的让你 白泡泡又迷迷 有没有 有 是 那我可能很贵的钱 卖给你 然后你很快的时间之内 就漂亮的不得了 但是问题副作用就不知道了 对 比如说像拱制剂就是这样 就会很快白 很快白 很快嫩 可是你一段时间以后 它就这个很厉害的蝴蝶斑就跑出来了 而且黑道你怎么洗都洗不了 怎么打都打不掉 怎么打都打不掉 是 那个就是很恐怖的副作用 对 可是开始的时候 在知识里面 它难道说是一定要害你这样吗 也不是 它不知道 时间不够 只知道说用这个东西 用出来以后很漂亮 所以大家就用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成分 其实也有这样同样的问题 是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用 要爱自己的话 还是要注意这个厂牌的问题 很多东西 这些大厂牌会比我们更注意一点 是 好 那除了像保养品的这一块之外 那我们吃的呢 王董事长 你认为就是我们一般的这样 这样子的吃法 我们一般人还需要补充一些 额外的这些维他命吗 很多维他命 其实你吃多的是没什么用处的 当你不需要的时候 它就是肥物 所以当你缺少需要的时候 再来使用它 那个就是补充你不到的这个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通常就是说 现在人都外食嘛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缺了什么 所以说就是 综合维他命给他吃一个 反正好像都有补到 维他命C给他克两颗 然后维他命B群 你给他吃一吃 反正谁说什么好 就这个也吃那个也吃一点 那像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 到底缺什么 就怕自己 深怕自己缺了什么 所以拼命的吃 就是吃心安 站在这个药品公司的立场 我是应该要推广这样的概念 是 对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很多东西 其实如果你均衡的饮食当中 大概就不会缺了 除非说你的身体机构里面 对某种东西 它一定没有办法吸收 一定排斥 那你就可能就需要做 有了病变 所以你就必须要吃这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一般的 我们身体的机构里面 大概就会帮我们 把这个东西给补足 如果你是均衡的饮食 但是如果again 如果是要吃这种 维他命这种东西 我也是同样的要跟劝各位 还是要吃大品牌的大厂商 为什么 有个概念 很多人就说 鱼油很好 所以要吃很多很多鱼油 没错 你可能在 那个最早说鱼油有效的 是在那个 England Journal上面的 好 它上面说有效 可是问题是 当你拿到手上的那颗鱼油 是不是那个 是不是它的报告里面 讲的那个鱼油 讲的那个 可能差了一万八千里 那你吃到的是什么东西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是 对 所以我比较会主张说 如果你觉得必须要吃健康食品 而且一定要吃 比如说这个 这个 因为怕老人吃内症 对对对 之类 之类 我觉得 我们这个社区药局里面 会负责 会有这样的机制 就帮你们看到说 真正有效的那些paper 一些论文 是哪一个品牌的东西 你可以去问社区里面的这个药局 对 他们会帮你查 或者是比较 我想是比较有规模的社区药局的药师 而且我觉得药器师都应该要懂 而且也都会懂 是 我们一查就知道 当时他说他有效的时候 是用的是哪一家品牌 其实我知道很多东西说有效的那个品牌 根本台湾都没有进来 是 那么 当然你 我不一定说 一定要他的 非得他的有效不可 那至少你copy他做的这个产品的 那个公司本身的QC 还有他的行销通路等等 是不是一个很安全的体系 我觉得我们消费者其实有知的权利 是 所以说其实我们尽量如果能够的话 我们还是从这个天然的食材当中 去获得这些均衡的营养 当然如果真的要补充的话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现代人的问题就是 快 希望快 吃进去的东西也希望他很快 就能够显现出来皮肤好 希望今天吃进去明天就好 所以说其实在求新求快求变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很难就说慢下脚步去来检查一下 这些东西到底成分是什么 然后你吃进去的 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吃进去 这些成分到底是不是那个成分 对 我们通常都不会去看这些东西 对 我倒是建议邝小姐给大家几分钟 告诉大家你是怎么保养 你保养得这么好 是 我就是每天能够笑的时候尽量大笑 一点点的笑都可以笑得很开心 然后就是喝足够的水 我喝非常非常多的水 因为觉得我们不管女人男生 其实身上这个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都是水分嘛 喝水跟这个快乐 最重要是快乐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 王董事长来到现场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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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您的收看 乐祸在人间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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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